比起受人瞩目 我一直都更喜欢唱歌本身 2013年3月 我离开了居住很长时间的北京 一路往南 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 西双版纳出了下来 有时候人就像一棵树 枝叶长成什么样 花开多不多 都是由它的根决定的 在这里出生的我 灵魂从来不安分 不容易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待着 总是跑来跑去 看云 看路 看世界 唯一坚持下来的 好像就只有创作这一件事 出道至今 我不高产 我算忙 也没有培养出职业歌手应该有的样子 我想 去观察 去活 去写 才是创作人 把根滋养 扎实的唯一 图景 茶山是我喜欢的一个地方 当天空变换不同颜色 茶园的情绪也会很不一样 人们一天时而坐 重养 采摘 修剪 施肥 而桃房 是我喜欢的另一个地方 充满手工痕迹的不规则和不完美 是吐槽的样子 它孤独又繁复的制作过程 可以让人把心锤炼的平静而专注 其实打动人的旋律 往往来自内心最普通的灵感 就在你平静地做着另一件事的时候 而茶好不好 重要的是种植他的人的耐心和用心 因公义的区别 普通的可以高级 高级的可以普通 旋律的脾气很孤傲 不是你需要他就出现 和茶一样 你懂他 他才来得热烈而真挚 人生会有遗憾吗 我总是在接近舞台中央的时候 离开 就像检验一个桃冠 是否完美的方式是 抛开他 我想我们需要一些遗憾 来提醒自己并不完美 推翻 再创造 这才是创作人的真正价值吧 2015年夏天 我带着新作品而来 我想给你一个全新质感的 曹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